YES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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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邊雙方BAN掉的卡牌分別是野豬騎士以及這個旋風 喔馬上拿出鍋爐 是 那上次的話BANZER RIDLE在對陣到TEMPRA的時候 拿出小屋三槍這樣的一個套路 是的 剛也有看到LIKI JONES拿出來嗎 對 那鍋爐加火靈 這一個好像在昨天其實就有看到類似的套路 就是搭配皇家巨人沒有錯 沒錯 然後其實鍋爐是一個相對於在這環境中非常強勢的建築 就是說你用火球砸他你還是虧的 因為他剩餘的血量還會再產出兩波的火靈 那如果你不防守的話他撞到你的塔會比你打 用火球打的還要多 這時候大閃進攻跟上 對 喔 野蠻人滾筒 對 可是這邊其實基本上都聚在一起被火法直接秒掉 但是稍微有打出一點傷害 是 對 但這邊水量落後了好多 落後了山水 王子頂在前面一個衝攻傷害 還是被骨盾進行到拉伸 火痘痘也跟上 對 但是沒有辦法 對 這邊BANZER RIDLE咬了一下頭 會吃很重一波傷害 甚至右邊的公主塔直接送掉了 是 在水量差的情況下 用一個火靈加骨盾想要包住這個 這個十水 十一水左右的這個攻勢 其實基本上是比較難做應付的 是 這時候鍋爐力道的左路 對 火球馬上跟上 火球 但是這樣你看火球打塔 其實跟他一隻火靈跳頭塔傷害 其實差不多的 對 橋頭皇家巨人搭配的是小亡靈 滾木線進行擊退 這邊大閃有沒有要跟 沒有 而且還有兵法的緩速 這裡看起來黃巨寸步難行 但還是在臨死之前射出了一炮 對 但是這樣的傷害 其實以六 六水來打個兩三百滴 其實是比較不及格的 沒錯 Kentzu Meci這裡沉地是同樣的 同時也是亮出了哥布林的二頭肌 沒錯 這邊到了加倍階段 這樣的 哥倫石人的重推 還有火法 還有巨人等等的手段 基本上會很難做應付 這邊大閃準備要下去 法師這邊有沒有要做應對呢 沒有 有非常足夠的本錢來跟你做應對 是Kentzu Meci這邊 這邊選擇用獵人 一槍近身搏鬥 是 對 但目前看起來 哥倫石人持續在推進 六塔已經爆掉的情況下 好像沒有辦法做應對 是 這邊直接應對右路 剛好對到了王子 王子往前衝 對 沐墓被拉扯 衝鋒傷害直接戳在巨人身上 其實很痛的 對 一顆火球砸在橋上 還有滾木擊退 所以簡直可以說是粉碎的Benzel Riddle 第一局的希望了 沒錯 哇那這邊也是恭喜Kentzu Meci 順利的在EV的環境點囉 沒錯 看這局Benzel Riddle 會不會拿出不一樣的套牌 還是堅持他的這個皇家巨人呢 喔 立了一個墓碑 近期也是有拿出狗球的 不過只從一個墓碑就判斷 還研之過早 對 因為墓碑可以跟皇家野豬 其他的配件作搭配 對 喔 這邊有一個皇家幽靈 看起來 看起來這墓碑是想要針對王子的部分 沒錯 看起來應該是皇家野豬 目前看到獵人 對 然後又有皇家幽靈 其實都是一個皇家野豬的夥伴 好夥伴喔 沒錯 比較常見的組件 這邊也蠻人滾筒 滾筒 滾下去 不過Kentzu Meci也立了一個墓碑 對 看起來雙方墓碑交流的情況下 也很有可能他這邊也會拿出像是 墓園套 是 或者召喚套來做這種防守的進攻套牌 但是也有可能會拿出皇家野豬做這個強推 兵法也好戴在手上 閃強 雙槍分路了那看起來應該就是皇家野豬 是 然後野蠻人滾筒可以當作一個副臺 也可以當作一個地面的法術 清場法術 皇家野豬 進行輸出 對 左路直接重傷害 而且這邊其實水量是 雙方是同等的情況下 他的血量幾乎是天差地遠 沒錯 對 Kentzu Meci這邊非常難打 可能要依靠加倍段的情況來做個重推 對 來到了加倍階段 倒數60秒 雙倍勝水階段 對 哥倫石人有沒有要成底的意思呢 是 三槍持續的分路 不過這時候哥倫石人跟上了 而且是跟在左邊兩槍的這一路 是 那這邊火球看能不能賺到更多的單位 王子鼎在後面 黃家野豬 原本想要22分 但是會直接啃到墓碑 這邊毒藥下來了 法師在毒藥範圍內 比較可惜一點點 是 不過這邊的話 衝鋒傷害還是直接解決掉了一隻火槍手 沒錯 然後野蠻人滾桶 直接將王子的攻擊範圍拉到了後面 再次衝鋒衝起來 對 墓碑稍微的打掉之後 還是沒有辦法被卡住了 對 這邊再次做分路 然後這一次換成是石頭人下在右邊 都是跟這個雙槍做同路 火倒數10秒鐘即將就要來到 是咒死賽階段了 面對左路的三一分豬 對 這一次 Metorido沒有叫下毒教 但是這個豬好像咬得有點痛 對 因為火法第一時間是被右路的單位吸引到了 對 但是我們這邊看到右邊其實打進來了 對 這邊火法繼續壓到情況下 火球下得非常好 對 這個預判火球非常漂亮 對 這邊 法師在打塔 傷害非常高 對 靠著這一波攻勢 Kendermeschi需要盡可能的把現在的血量劣勢 差距拉小 沒錯 這邊Kendermeschi可以考慮就直接打左路了 石頭人直接壓在左路沒有錯 沒有再跟雙槍同路 這邊可能要拚最後一波 沒錯 對 不過毒藥下下去可以看到 剛剛400多滴的血減掉216 其實也所剩無幾了 對 那也沒有毒藥的情況下 哇這邊火球交得非常好 是 但是一隻豬肉王至於 還要面對到的是 野蠻人魂筒 欸右邊右邊 反而右邊 這時候被Benzel Riddle抓到了 變成了1比1平手 不過壓力依舊還是在Benzel Riddle這邊 畢竟是來到了Fave Gaming的賽點 沒錯 喔這邊換Kendermeschi拿出了 鍋爐 喔 可可馬上是用毒藥做應對 對 但是第一波火靈沒有對到 對 相對的比較可惜一點點 沒錯 你還是會吃到火靈的傷害 對 然後從第二波第三波開始 喔 礦工 馬上跟上了 對 可是很可惜這邊塔還是鎖定到後面那一隻火靈 沒有鎖定到礦工 所以最後那一下攻勢還是沒有打到 喔 這個鍋爐礦算是在很早期很早期 當初其實骷髏守衛就是古盾才剛出的時候 是 其實稍微的有盛行一陣子 對 到後來就漸漸的消聲匿跡了 不過這邊還是要看一下Kendermeschi後續帶的主箭是如何 沒錯 兩個環境有點發電而過 沈劍射手 這邊有帶上地獄飛龍 沈劍射手這邊來做 喔 超奇 超奇毒礦 主箭 都已經來到手上了 沒錯 超奇毒礦 那這裡Kendermeschi要怎麼去應對呢 喔 自己也有帶上一手毒 對 超奇毒礦 對 然後礦工這邊直接挖內側角 沒錯 這邊電法來做防守 並且保護超奇 不過對於 針對重單位來說 有一個地獄飛龍的話 Benzemeschi這邊可能會比較好過一點 對 沒有錯 這邊我們看到Kendermeschi的血量 其實是目前是比較少的 是 這邊選擇用礦工來做防守 也是一個滿OK的選擇 對 礦工可攻可守 這邊守住了 黃家幽靈 對 雙方血量目前大概差400滴左右 顧布交下來 對 過個牌 稍微解掉一下電法 即將進入到的是倒數60秒的雙倍聖水階段 對 鍋爐可能要下在另一路了 不然會吃到毒藥 這邊還是質疑要下右路 那毒藥應該會跟上嗎 是 對 毒藥跟上 沒有錯 喔 這邊神劍射手剛好走過去 會不會踩到毒藥呢 感覺應該是會結束了 對 好這邊 這邊面對到的是地獄飛龍 用礦工來做防守 超級從後面跳過去 解掉了 神劍射手的血量也算健康 而且可以一傳二 後續超級能不能跳躍傷害 過去擋傷害 有 但是還是被炸到了 對 超級的擴散傷害還是滿 滿廣的 所以這個神劍射手無法庆免 不過這個在橋頭的毒藥 最後是有帶到電法的搭配 而且這一波推進 這一波有可能 有沒有毒藥交下去 但是橋頭又有一個超級做了下來 對 還有地獄飛龍 這邊相對的比較難守 可是這邊是危險了 是 這邊要怎麼守住死水 這邊要做防守 對 而且神劍射手 第一時間鎖定到的是礦工 這邊戰線的話要崩掉了 對 毒藥這邊下來的話 電法直接被融化掉 這邊是一滴血量被跳到 六十滴直接被帶走了 哇 最後關鍵的一個傷害 恭喜Benzer Riddle在右路拿下公主塔之後 喔 先下了火豆豆 對 這邊一個滾木直接做結場 看會不會打到公主塔 沒有 喔 火豆豆又有冰豆豆 喔 速轉的小單位嗎 是 有沒有可能是飛桶 連續過了三張小費 低費的牌 本來先立了一個防守 插弩 對 插弩這邊來用低費做過牌 防守的套路 這邊礦工直接 鑽過去解決掉 不過Benzer Riddle這裡看起來 越來越像破炮礦了 對 破炮礦意味很濃厚 對 這邊Benzer Riddle 然後小單位的集結喔 算是稍微的扛住了這個 插弩的攻勢 是 不過這時候在橋頭立了一個 進攻破炮 對 然後這邊火豆移動速度較快 不過面對到的是 防守插弩 喔 都打在空氣上面 這個破炮 沒有目標 對 準確度有點堪憂 不過終於是鎖定到了 關鍵的建築 插弩 對 但這邊其實就是一個 建築的護設 那 破炮 因為它攻擊頻率較低的情況下 它會稍微的輸給插弩 是 不過破炮的它的費用比較低 在進攻的 這個曲線上比較圓滑 進攻節奏會打得比較滿 這邊還有 剩餘的費用來打礦弓 開挖 對 各人兵人來防守 這個哥布林大軍 是 重招容力往前壓 架起了進攻弩 對 又入進攻弩 對 但是剛剛就有說過了 以這個破炮是基本上是守不住插弩的 所以還交下了亡靈大軍 整體的DPS傷害是有落差的 對 但是這樣還是吃到了傷害 這樣還是吃到了傷害 就算你用亡靈大軍加破炮 你去防守還是有吃到一點點的傷害 沒錯 已經來到了 倒數60秒雙倍勝水階段 對 這邊應該會再加一個進攻弩嗎 Yakitori還有兩張底牌沒有亮出來 對 應該是火箭 應該是火箭 一個是收頭的法 不管是火箭或火球 都是非常極度有可能的 喔 小皮卡這時候出來 可是沒有抓到礦弓 對 而且他下了定義歪一路 基本上這一隻小皮卡是拿來抓礦弓的 對 對 直接被小單位申請住了 這邊比較可惜了 在排序的部分也 之後可能也對不到礦弓的部分 沒錯 對 那這場小皮卡很有可能會變成整場都綁在手上 對 這邊破炮繼續來做防守 進攻 選擇打右邊 是 左路這裡立下了插弩 對 橋頭進攻弩 小單位一個滾木直接解決掉 想要用礦弓來進行解決 對 那這邊礦弓又被拉回去了 這時候小皮卡終於是有抓到礦弓了 不過 對 對 可是小單位其實相對來說 插弓這邊不好鎖定 對 對 光是一隻哥布林就要打五下 哥布林持矛守還要打四下 這樣的頻率來說 對手會一直把你守住 你以這樣的一個高費建築來說 沒有任何的進攻價值 是 不過這時候右路又是礦弓 對 這邊Benderito持續以礦弓施壓 對 只要看到你的小皮卡交出來了 那相較之下他的礦弓就會受到比較少的壓力 喔 這邊直接被做預判 滾木還是沒有辦法解決掉全部的群體 對 插弓持續在對著擴泡進行輸出 而且左路這時候又要用小皮來針對的是二棍小隊 所以礦弓又有空檔了 對 但這邊雖然解決掉了二棍小隊 但是其實插弓的血量已經很低了 對 右邊的礦弓一直在挖 血量非常的低 看起來雙方換血的情況下 這邊Benderito稍微有點優勢 已經快要進了斬殺線 火箭終於亮出來 對 一發四三二 對 覺得自己的劍竹在進攻上沒有太大的優點 不過這時候終於對到了 對 這邊小皮卡抓得非常好 在這個日本隊的情況下 還是有提防對手的礦弓 就算自己的分區這邊擅長使用礦弓的META 這邊一個橋頭鋪炮 這邊冰豆豆直接用礦弓扛住 不過這邊的話小皮卡因為第一時間下錯位置 火球 9D 滾木要刷出來了嗎 沒錯 亮出了Good Game的同時滾木出手 拿下了第二局的勝利是Benderito這邊 Chaos Theory同時也是來到了賽點了 1分的領先 哈哈 哈哈 先下了火豆豆 對 這邊一個滾木直接做結場 看會不會打公主塔 沒有 火豆豆又有冰豆豆 哦 速轉的小單位嗎 是 有沒有可能是飛桶 連續過了三張小費 低費的牌 本來先立了一個防守 插弩 對 插弩這邊來用低費做過牌防守的套路 這邊礦弓直接 鑽過去解決掉 不過Benderito這裡看起來越來越像破炮礦了 對 破炮礦意味很濃厚 對 這邊Benderito 小單位的集結 算是稍微的扛住了這個 插弩的攻勢 是 不過這時候在橋頭立了一個進攻破炮 對 然後這邊火豆移動速度較快 不過面對到的是防守插弩 都打在空氣上面 這個破炮沒有目標 對 準確度有點堪憂 不過終於是鎖定到了關鍵的建築 插弩 對 但這邊其實就是一個建築的互射 那破炮因為他攻擊頻率較低的情況下 會稍微的輸給插弩 是 不過破炮的他的費用比較低 在進攻的這個曲線上比較圓滑 進攻節奏會打得比較滿 這邊還有剩餘的費用來打礦弓 開挖 對 各人必須人來防守這個哥布林大軍 是 重招王林往前壓 架起了進攻弩 對 又入進攻弩 對 但是剛剛就有說過了 以這個破炮是基本上是守不住插弩的 因為攻擊節奏問題 所以還交下了王林大軍 整體的DPS傷害是有落差的 對 但是這樣還是吃到了傷害 這樣還是吃到了傷害 就算你用王林大軍加破炮 你去防守還是有吃到一點點的傷害 沒錯 已經來到了 倒數60秒雙倍勝水階段囉 對 這邊應該會再加個進攻弩嗎 Yakitori還有兩張底牌沒有亮出來 對 應該是火箭 應該是火箭 一個是收頭的法 不管是火箭或火球 都是非常極度有可能的 喔 小皮卡這時候出來 可是沒有抓到礦弓 對 而且他下了定義歪一路 基本上這一隻小皮卡 是拿來抓礦弓的 對 對 直接被小單位申請住了 這邊比較可惜了 在排序的部分 之後可能也對不到礦弓的部分囉 沒錯 對 那這場小皮卡 很有可能會變成整場都綁在手上 對 這邊破炮繼續來做防守 進攻 選擇打右邊 是 左路這裡立下了插弩 對 橋頭進攻弩 小單位一個滾木直接解決掉 想要用礦弓來進行解決 對 那這邊礦弓又被拉回去了 這時候小皮卡終於是有抓到礦弓了 不過 對 可是小單位其實相對來說 插弓這邊不好鎖定喔 對 對 光是一隻哥布林就要打五下 哥布林持矛守還要打四下 這樣的頻率來說 對手會一直把你守住 你以這樣的一個高費劍竹來說 沒有任何的進攻價值 是 不過這時候右路又是礦弓 對 這邊Benderito持續以礦弓施壓 對 只要看到你的小皮卡交出來了 那相較之下 他的礦弓就會受到比較少的壓力 喔 這邊直接被做預判 滾木還是沒有辦法解決掉全部的群體 對 插弓持續在對著擴泡進行輸出 而且左路這時候又要用小皮來針對的是二棍小隊 所以礦弓又有空檔了 對 但這邊雖然解決掉了二棍小隊 但是其實插弓的血量已經很低了 對 右邊的礦弓一直在挖 血量非常的低 看起來雙方換血的情況下 這邊Benderito稍微有點優勢 已經快要進了斬殺線 火箭終於亮出來 對 一發四三二 對 覺得自己的劍竹在進攻上沒有太大的優點 不過這時候終於對到了 對 這邊小皮卡抓得非常好 在這個日本隊的情況下 還是有提防對手的礦弓 就算自己的分區這邊擅長使用礦弓 沒有META 這邊的話也有一個橋頭鋪炮 這邊冰痘痘直接用礦弓扛住 不過這邊的話小皮卡因為第一時間下錯位置 火球9D滾木要刷出來了嗎 沒錯 亮出了Good Game的同時滾木出手 拿下了第二局的勝利是Benzel Riddle這邊 Chaos Theory同時也是來到了賽點了 沒問題 架貝 屜都連上的合計 旋盤 有機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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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